几位故人吧 所以我猜 超子应该也是看到了什么 追到了这儿 以他的个性 很有可能会一路追到底 这里头我刚才进去试探过 完全是个迷宫 一旦进去了 就会被困在里面 超子受过训练 这种地方 他应该不至于硬闯 如果我是他 一旦发现是迷宫 我会沿途做标记的 这是侦察兵的野外习惯 在遇到没有参照物的地方 标记是防止迷路的有效措施 也是给后面的人搜寻的记号 两人一合计 决定进去找找看 卓雄手上呢 有一盏矿灯 这东西啊 充一次电 可以管24个小时 这会儿还是很亮的 按照扎文斌的感觉 他们事先挑选的是 左边的那个洞 进去之后 一路顺着两边找 果然在30米处 卓雄找到了一个 用匕首刻画的十字形记号 看那痕迹十分新鲜 也就是刻了不久 这个可以断定 是抄子留下的 再往前 不足50米的地方 第二个标记开始出现 卓雄欣喜道 找这个标记一路找下去 一定可以找到 而扎文斌看着地上的那些脚印 却泛起了迷糊 他记得另外一个通道里 也有脚印 并且是属于同一个人的 那边会不会也有标记啊 抄子两边都走过 看着不远处新出现的岔口 扎文斌决定 还是先退出去 跟我先出去 去另外一边看看 两人再次退了出来 这一次是右边那个入口 摸进去后 卓雄用手指做了一个丈量 他确定两边的鞋印 都是属于同一个人 而在这里的30米处 几乎是同样的位置 他发现了一个 几乎同样的十字标记 真有 快看这里 他的矿灯 把那个标记 锁定在了自己的灯圈里头 再往前面去看看 还记得刚才 第二个标记所在的位置吗 嗯 又继续往前推进了50米 右下角 第二个十字标记出现 扎文斌的脸刷得一向就白了 两条通道 两个同样的位置 出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标记 而且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抄子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 抄子为什么会这么做 而是他们和抄子 到底遇到了怎么一个状况 就在扎文斌怀疑这两个记号 为什么会如此相同的时候 卓雄惊讶地发现 前方岔口处多出了几个鞋印 他上前去用手电照着那些鞋印 用手细细一笔 得出了一个结论 曾经有三个人走过 而且其中一个是自己 喂 文斌哥 刚才那边那条道 也是走到这地方就停下了 你过来看 这里的脚印 除了其中一个是朝里面继续走的 其他的都掉头了 扎文斌没有听明白 问道 怎么了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来过 但是我们刚才去的 明明是左边那条道 为什么右边会有你和我的脚印呢 而且停留的位置 就是刚才右边停下的位置 你是说 我们走的左边和右边 其实是一条道 这个结论 让两个人面面相去 两个大活人都分明看得清楚 左右总还是分得开的 卓雄灵气一动说道 我有办法来证实 说着 他拔出了匕首 退到抄子所刻的十字标记处 再在下方狠狠地划了一刀 扎文斌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对 如果我们两次走进的都是同一条路 那这会儿我们再退出去 重新进左边 李英那边也有一道划痕 两人再次退了出来 出来的时候 扎文斌特意看了看两处相隔不过半米的岔口 一左一右 从外观上还真分不出有什么区别 选定了左边的通道之后 两人第二次进入 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 左边 抄子所刻画的第二道记号下方 并没有出现卓雄所刻画的一字标记 这说明他们两次走入的并不是一条道 而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那么一切又回到了之前 那地上的鞋印和抄子所画的标记位置的重叠 又该怎么解释呢 这些无穷无尽的问题 让扎文斌觉得脑袋疼 起先只是铺天盖地的孤独感 接着就是看见了不存在的人 然后便是这个该死的通道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无法进退的境地 人是肯定就在里头 出去应该不难 但是抄子根本就没有带补给 就算他受过专业训练 但是人处于长期的迷失 不用说实物了 但是那份烦躁就可以把人逼疯 这地方 抬头看不见天 低头是泥土 就在他们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扎文斌心头再次有了主意 既然这样 那两人分走一边 会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如果真的没问题 那两人各自返回到原路便是 如果有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极其可怕的情况 扎文斌的身边会出现一个卓雄 卓雄的身边呢 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扎文斌 这个设想是冒险的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 万一真的出现了那种情况 到时候会不会是两人变成四个人啊 谁又是真的 谁又是假的呢 不入虎穴 阎德虎子 扎文斌决定试一试 这一次 卓雄选择的是左边 扎文斌选择的是右边 他们约定好 一直走到第二个标记处 开始返回 并且期间 无论看见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都等到达指定地点后再返回 扎文斌手中呢 是一个火折子 卓雄的则是手电 从这儿进去一百米路 他们已经反复好几次了 进去三十米 第一处标记 什么异样都没发生 扎文斌走走停停 回头看看 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般情况出现 他还是一个人 难道真的是巧合 还是自己的神经紧张过了头呢 下一秒 扎文斌以为是自己眼睛花了 一个男人 一个他熟悉的男人 迎面向他走来 他的手里拿着一盏手电 明亮的光线 甚至让扎文斌睁不开眼睛 那个男人的步伐很快 当他们擦身而过的时候 扎文斌眼睁睁地看着他 穿透了自己的身体 扎文斌转身 看着他朝出口慢慢走去 就算是烧成灰 他也认得 这个人叫做卓雄 还用再继续吗 扎文斌想不用了 当卓雄快要走到头的时候 他就消失了 如同没有来过一般 唯独地上的那堆脚印 还能说明着 自己刚才看到的 的确是他 扎文斌心里揣着一个巨大的问号 默默地走了出来 好在外面只有一个卓雄 文斌哥 你可算出来了 扎文斌抬头看着那张熟悉的脸 他确信自己不会看错 卓雄见扎文斌的脸色有些不好 忙安慰道 有什么发现吗 我刚才一个人进 一个人又出来了 估计真的是太紧张了 也说不准 我看到了 我不想瞒你 扎文斌犹豫了片刻 还是说了出来 我看到你在里面出现了 但是 你却看不到我 这里真的有问题 而且 问题很大 我 竹雄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道 可是我真的是在左边 我知道 我也知道 那个不是真的你 但是 的确又是你 也就是说 我在右边 能够看到左边的你 和我出现在了一个时空里 但是 又没有交集 简单地说 如果是我去了左边 你应该会在右边 同样看到我 但是呢 左边这个通道 却看不到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 你画的标记 只出现在了右边 没有出现在左边 只有右边的那个通道 才会出现 近乎复制的画面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 应该就是这样 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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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